中文字幕 李宗盛 客人来到他觉得自己有很多东西背在身上 有很多责任 他觉得很累 有很多责任在身上 但自己又放不下这责任 又要觉得我不救他们 我不帮他们 谁帮呢 因为这次查到这个故事 只能说到很头段 而且他应该不是看自己 他只是看家族的AR 一开这个故事就是中国这个地方 那时候的前代是明朝 就知道是就离别朗之前 也比较年轻的小时 看到有两个大型 一开始的版本就看到他们小时 哥哥和弟弟的年纪不差太多 看到弟弟很平均的那个 即使同有些那个 就是石少 很多亲戚会摸一下他的头 又会摸一下他的版本 有很多人喜欢的 对了 感受很强 但他弟弟是很多人喜欢的 那哥呢 反过来的表情就比较 好像目睹一点 严肃一点 一路看到他们长大 他走的路线 风格都是很严肃的 是一些有碗话碗 有结果 那我弟弟就从小到大 都很少人见人爱 他说话又不是假的 但总之他说话令到你会开心 那其实刚才你说他们在一些官患人家 还是在一些有钱的家 不是不是不是 尋常人家 平民来的 有一天他们大了 成年了 他们的妈妈就过了身 然后开始看到一些画面 就是哥哥会笑 因为他会和弟弟说的 其实之前那些画面 一直都见不到他和弟弟有交流 反过来见弟弟的表情就开始有点不自然 因为哥哥从来都不会这样对他的 当时又感受到一件事就是 弟弟觉得 咦 为什么这么古怪的 他是察觉到觉得有点古怪 我又追了一个原因 为什么哥哥会突然在妈妈过身之后 好像变了另一个人 原来是因为哥哥 他从小到大 他就是这个直不辣的性格 他就好像 常常都很吃虧 好像好东西没他的份 到妈妈过身之后 那爸爸他就开始去分配财产 那哥哥就觉得 如果我再这样下去的话 可能我的份会被弟弟拿起来 因为弟弟一向都得人喜欢 所以他就决定 我要一改以往的风格 我要笑 我要去跟别人亲近一点 只可以说到这里 在那一世他就是男孩 这一世他是女孩 究竟主角是哥哥还是弟弟呢 在这个现世里面 他们真的妈妈是走了的 妈妈走了之后 其实在现世的这个案件 他又真的好像 负上了很多责任在身上 就是什么都关他事 所以应该他来的时候 看到他是疲累的能量 然后就是皺眉头 然后气息是黄紫紫 他人感觉是不饱满的 即是缩水 但是为什么读得呢 一定是他过了关去到那个位置 我想说一下他现在的状况 其实我们看到他 我们是很开心的 又越来越漂亮 气息又白了 然后他好像吹蟑螂 吹蟑螂不是水肿 他是东东的有弹性 而且他会穿有颜色的衣服 对了 而且他是 总之年轻了起码 感觉是20年 他很努力又真的肯抄经 他又肯念经 他又肯医着菩萨 告诉他听的方法去做 本来他没有皺衣 没有皺衣之前已经漂亮了 之后真的皺衣了 看到他越来越有笑容 有时候是比较酷的 还有我留意到一件事 步伐是轻盈了 看前世之余 其实真的要做功课 真的要疗愈 看其实只是一个 你要知道的因为 就是因为这件事 因为类世里面的一些业力 然后令到你又有一些习惯性 那习惯性你会在现世里看到 我习惯了是这样 我会特别有一些喜好 我喜欢这样行事 其实这些都是 类世下来的一些秩性 而这些秩性 往往就会有一些叫做限制性 限制性里面 就会有一些叫做信念的框框 所以为什么要做疗愈呢 有时我们比如说可能有机会是先做一些叫做信念的挖挖 挖挖了之后 然后才可能再回回头看前世 都会有机会的 有时都不一定是看完前世才挖挖 挖挖完才做灵魂疗愈 有时其实都会有学生问我 那是否一定要依着这个次序 或者会不会是拎乱调乱 其实会的 最重要是什么呢 fit for you 在当下这一刻 你的状态加上你问那个案子 你糾纏着的一些事情 究竟要做些什么事 好这个故事虽然是很短 但是我很想说就是分享这个同学 认识了我们不是很久 我想应该一年多一点 但是他的进步他的进化 他的心很干净很纯粹的能量 因为他就是够直 他也是没什么想起其他的事情 因为他的相信他的信任 我是绝对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有这样的概念理念 你必定收回来的效果是很好的 因为你给了多少能量的信任出去 这件事跟你互动的时候 他就会给到多少的信心给你 多谢大家的收看 好 帮我like and share 和按钟键 拜拜 拜拜 太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